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不是钞票而是汇票 有点像现在的支票 那么一张小小汇票里藏着古人什么样的防伪智慧呢 这是一张清代道光年间的汇票 现藏于中国票号博物馆 汇票呈长方形 右侧是汇劝二字 左边是信秦二字 这是当时汇票的统一格式 中间是汇票的主体 内容为 汇票汇到徐大老爷九色银五百两整 严定在京都本号建票无力交还 年款 道光念六年十二月念一日礼 这张汇票 这张汇票历经近两百年的历史 纸面已微微泛黄 但是内容清晰明了 是目前现存汇票中非常珍贵的一张 那么什么是汇票呢 中国明清时期 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白银 当时人们做买卖 都要随身携带大量沉重的白银 到异地做大宗买卖时 就不得不请标局运送银两 标局长途运送大量白银 费时费力 若遇到呼啸山林的土匪 或打家劫舍的强盗 常常被抢劫一空 清朝道光元年 即公元1821年 在山西省平遥古城的西大街 一座名为日升昌的票号 正式开业 所谓票号 就是指专门经营银两 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 私人金融机构 类似于今天的银行 平遥的日升昌票号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私人银行 是现代各式银行的鼻祖 日升昌票号出现后 人们只要向票号交纳一定的费费 就可以在一个票号内存入银两 然后带着票号开出的票局 也就是汇票 直接到异地票号提取先款 日升昌票号总部在山西平遥 分布遍及全国三十多个城市 多达五十几家 也就是说 凭借现藏于中国票号博物馆的这张会票 票中提到的徐大老爷 就可以在日升昌分号中取走五百两白银 票号和汇票的出现 改变了由标局运送银两 即费时费力 有不安全的落后方式 人们可以身揣巨额会票 轻松走遍天下 会票方便了商人的出行和买卖交易 但是这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那就是如何保证会票的真实可靠 商家和票号都是凭借一张小小的会票 放出大量真金白银 一旦有假会票兑现成功 那么票号将遭受巨大的打击 不仅是经济上的 还有信誉上的 其实关于会票防伪在今天也是难题 那么在科技防伪并不发达的清代 人们是如何使一张看似普通的白纸 变得独一无二 成功实现会票的防伪呢 日升昌票号前后经营一百多年 他听一指会票进行会对 却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成功的事件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小小会票里凝结着古人科技防伪的大智慧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清代日升昌票号里会票的防伪 共设有五道玄机 日升昌会票和现在的纸币一样 都是运用特殊的纸张印制而成 会票的制作一般都在专门的秘密工厂进行 采用的材料是加入蚕丝的麻纸 麻纸纤维长 纸僵粗 纸质坚韧 在麻纸中加入蚕丝 更能够增加其柔韧度和延展性 有经验的长队 拿过会票轻轻的年一年 抖一抖就能分辨出会票纸张的真假 具有独特韧性的纸张才是真会票 据记载 日升昌会票印制的数量及领用 均有严格控制 就算是有一张破损 发行之前也要告诉总部备案记录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鉴别一张纸币的真尾时 常常会拿纸币冲着阳光 仔细观察 检查是否有水印 在清代会票中 水印也是防伪的一道重要关卡 把会票荧光照射 会发现在其四角分别印有 日 升 昌 记四个字 原来工人们在纸浆杆到七八成时 用个特制的滚筒 在四个角上留下印记 待纸浆杆头后 会票的四角自然就有了独特的防伪水印 制作并不复杂 但是防伪效果很好 除了纸张和水印 清代会票上还有专门的印章 对印章就是鉴定会票的第三关 日 升 昌 在绘票上使用的印章会定期更换 一般有方形和菱形两种 均为犀牛角质地 用料珍贵 这些章的内容 有的是寓意吉祥的中国传统图案 有的则是诗书文章等 值得一提的是 会票上的印章采用的是中国独特的微雕技术 微雕顾名思义 就是一种以微小精细建长的雕刻技法 中国微雕的历史远远流长 据记载 战国史就曾经有过米利尔般大小的洗印 在一个方寸之地 刻上密密麻麻的内容 需要极高的雕刻技术 这是一般人很难办到的 在众多汇票微雕印章中 这一枚分外引人注目 整体呈梯形 长约6.4厘米 底面宽约4.2厘米 上面雕刻了中国古代很著名的一篇文章 赤地赋 赤地赋共有几百字 每个字细如大丝 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已经介绍了清代汇票防伪的三项科技手段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另外两种手段更是其决 这绝非外人能够了解和仿冒的 日声昌汇票 为了安全起见 用汉字作为密码 代替时间和银两树木 这就是一套汉字密码 他们看上去就是普通的诗句 就算挂在店铺的墙上 也不会引起注意 第一句 尽防假票冒取 勿忘戏事书章 表面看来 这句话是提醒伙计们 要当心有人拿假汇票来冒领 要仔细查看汇票 其实 整句话正好12个字 按照排列顺序 分别表示1至12个月 接下来是 看笑事情国 天道最公平 魅心图自私 阴谋害他人 善恶终有报 到头必分明 这段话是说 做人要讲究公道 不能昧着良心 谋害他人 一个人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30个字 则代表一个月的 1号至30号 中国古代农历 每个月是没有31天的 所以这里只有30个字 再看看这句话 做客多查看 斟酌而后行 意思是提醒伙计 多观察客人 凡事要谨慎 他共10个字 分别表示 银两技术中的1至10 国宝流通四字 分别表示 万千百和两四个技术单位 用这套密码 可以表现任意的时间 及前述 比如五千两 应该是用 看 保 通代替 这几个字 独立地写在汇票上 根本不构成任何的汉语 语法意义 但是对业内的掌柜来说 却是最有效的防伪措施 据专家介绍 出于安全考虑 一套汉字密码在使用过一段时间后 往往就要更换 遗憾的是 日升昌票号汉字密码 只保留下这一套 所以许多汇票上的汉字密码 没法解读 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 古人的聪明与严谨 也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汇票上的文字 都是由专职人员 用毛笔填写的 书写人员的笔记 同时通报日升昌 遍布全国的各家大小票号 确保大家都能辨认出 该人的笔记 每家票号的汇票字迹 都是独一无二的 用来识别真假 只有伙计核对笔记 确认无误后 客人才能取走银两 从纸张水印印章密码到书法 古人在小小汇票上 层层加设五道关墙 运用聪明的智慧 实现了汇票的有效防伪 令人惊叹 时隔两百年 有些汇票防伪技术呢 在现在的人民币上还在使用 比如水印的 聪明的古人将智慧渗透到生活中 充满奇思妙想的密码体系 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让汇票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 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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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